人的格局如果是很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让我们人生里面拥有突破性的表现 我们都知道,想法决定人生的未来,而格局决定你人生的结局 如果我们本身的格局是非常小的,那么我们肯定的就没有办法会做到一些大成就 因为我们本身的思维都一直想着小格局的事情 怎么会让我们本身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甚至突破性的一些举止呢? 我们之前在小的时候,梦想都非常非常的大 也许我们也曾经写过一篇作文叫做《我的自愿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所写的那篇作文,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我们都是以专业人士作为我们本身的梦想,作为我们本身未来的一个方向,一个指引 那当然,那一种方向是没错的 因为至少呢,让人生看到了方向,看到了一个未来 那么当我们随之长大之后呢 不管我们今天是选择打工的,或者选择自己创业的 很多人为什么在过程之中呢,无法达至成功 都是由于将自己本身的那个格局放得非常非常的小 市场是非常的残酷 现实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 当我们活在一个残酷的现实里头呢 往往以往我们的大梦想,就会慢慢的萎缩变成了小梦想 甚至有的人呢,连梦都不敢梦了 你问他,以后想做些什么,要做些什么拥有成就性的事情的时候呢 他往往都不敢给予这个承诺,甚至呢,还不相信自己能够办得到 我曾经也受邀去到一些大专学府啊,去给予这些大学生一些讲座 那么在过程中呢,我也问及台下的一些大学生 那接下来,他们本身的梦想,他们本身的目标到底在哪里呢? 即使呢,有超过一半的这些大学生啊 他们都不晓得自己本身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 只会看眼前的成绩,到底能够考到多好 才来决定未来会想做些什么事情 虽然人呢,一定要面对现实 但是老实说啊,你只是一直看着眼前的东西 而没有真正的前占未来 也没有去规划你自己本身想要过的一个生活 或者甚至要达到的一个人生境界的话呢 那我们的人生呢,也许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一些大作为了 格局是我们本身人生里面看待事情的一个视野 如果我们本身将自己的格局锁到非常小 我们看的事情只是一个片面的东西 或者甚至用过去的经验限制了我们本身前进的一个脚步 那么人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突破自己 让自己做得更好了 所以今天,改变我们的想法 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人生 甚至相信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不断去尝试 人生呢,就能够真正的做出一些比较大作为的事情了 我们不曾试过,我们哪知道自己不行呢 千万不要太过低估自己本身的能力 让自己先去尝试 尝试了之后呢,再不断的调整自己 然后呢,再次的加强自己本身的实力 以便我们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梦想 再次的加强